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2月24号 感谢大家收看 购买次美日财经 快讯 我是Jackie 昨天晚上 美股实现了微型翻转 但是今天早盘开盘以来 亚洲股市高开低走 对资本市场上继续形成 极大的抛售压力 尤其是中国方面 China50和香港恒生指数 香港恒生从今天开盘 30,700点 到目前已经是逼近了 30,000点整幅大观 下跌幅度超过2% 而恒生指数的下跌 也就意味着 国际资本依旧是在快速流出 向低风险的产品 包括美国国债继续靠拢 而这个现象 我认为还会再继续持续几天 所以说 像我们此前几天 一直给大家提示的 对于在资本市场 对冲我们养老金 和我们已有的组合头寸 最好的方法 就是做空股票指数 那么首当其冲的 就是香港恒生50和纳萨克 我们在过去几天 也看到了这个现象 就是纳萨克股指和恒生股指 跌幅是比例最大的 而澳洲200指数呢 来对冲澳洲的股票 力度并不是很明显 尤其是美国道经司 在政府财政政策 司机计划背景支持下 很多传统行业的 包括铁路设施 基建设施 以及造船厂 石油演练厂 包括钢铁演练 这些公司 在最近这段时间 依旧是有价值回归 底部比较确定 所以说如果我们通过 做空盗雍斯和澳洲200指数 大盘来对冲 我们已有的股票头寸 是力度不够的 所以还是那句话 大萨克指数和香港的生物 是目前全球股票指数里面 相对比较弱势的 那么我们看到 昨天美国市场进行 一路的复盘之后 报文人讲话 再加上此前 财政部耶伦讲话 对美国未来继续货币宽松 和财政支持 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是资本市场并不买账 这个原因也很简单 那么此前也提到了 国债收益率上升 并不是一个好事情 因为国际资本 企业的融资成本上升了 融资成本上升之后 大家的利润率就会下降 而企业投资的意愿 也会逐步降低 对于冒险投资者来讲 最近大家还贷的成本增加了 所以说手上的现金 就会逐渐减少回笼资金 而把手里的一些高风险的科技 还是逐步抛售和清仓 但是此前在去年至今 赚的盆满钵满的一些 激进的机构 包括我们看到的木头姐 为代表的这一类基金 依旧是在大买特买 因为他们手上有大量的闲置资金 像木头姐为例 在去年初还是一个明不见经文的小基金 那么到现在手握几百亿美金的现金 所以他们可以在股票市场下跌 15% 20%甚至30% 40%的幅度 继续补仓买入 如果我们是对中长期市场经济复苏 非常有信心的话 我们可以在15%下跌幅度继续补仓 但是如果是短期内 我们的资金已经是大部分被套住了 具体操作就非常简单了 我们要在各股市场上静观其变 不要轻易轻举妄动 但是在各股 长期中长期持有的背景下 我们在短线可以通过做公布指数 那么很多朋友会问 黄金的价格波动 是不是可以来拥作避险的 我认为目前是不可取的 有两点原因 第一点就是黄金价格如果上涨 那么就证明着世界经济产生了通胀 货币一旦给出市场通胀的信号 那么央行就会做出相应的措施 因为国债收益率上升 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 资金对于经济复苏有预期 那么国际上各国央行和政府 对未来积极放水的力度 可能就会下降 其实是为什么之前我们看到的 市面上很多新闻说 如果大家都打了疫苗 疫情控制住了 股市就开始下跌了 很多人说经济复苏了 经济好转应该股市上涨 其实不是的 因为政府这一次的 我们说是股市上涨的 此前我们团队也给大家提到了 是助水牛 就是市场上闲置资金过多 大水泛漫 造成了资金的蜂拥而至 扎堆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股票回调 幅度最大除了科技股 就是此前抱团的一些机构 买入的白马股 那么我们如果持有这类股票的话 也是要紧跟机构的步伐 随时做好调仓的准备 那么刚刚也讲到了 如果是我们短线看好这个股票的话 那么现在依旧是静观其变 是上策 那么如果是想要快速抄底的话 我认为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澳洲股票的上涨周期 一般比较慢 并且最近是财报密集区 像三月份大量公司的财报 那么今天早上APS也是公布财报 相对去年财报来讲是稍微利好 业绩增长了12% 那么中国区的业务增长速度更快60% 但是股票却下跌了8% 最高的时候跌幅超过11% 那么也从20块钱跌破了整幅大观 直逼此前最低点17块钱左右 那么对于APS 像我们个人也是止损离场的 在股票投资历史上来讲的话 科技股我们也给大家强调了 就是如果是预期是上涨的 那么如果财报的预期 是最终公布的结果 没有预期要好 比方说预期是上涨30% 而财报供出来只有28% 对科技股来讲的话 就是一个重大的灾难 因为大家在参数上设置呢 就是购买科技股 未来不是以它的失盈率 也不是以它的现金回报 来做股价的预估 而是以它的年增长速度 像购买自己如果是一家金融科技公司 它会以客户用户数量 以及交易量 按比例增加速度来上升 而不是以公司的盈利情况 最终的净利润来做衡量判断股价的股值 所以科技股一旦一个要素出现波动的话 变化 那么对股价影响是会有指数级别 或者杠杆情况这样的一个加持作用在的 那么我们在科技股上的投资呢 最近也是一定要进行按比例进行调仓 或者说是放空我们的股票 另外呢 第三点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大家可以适当的做空 所以呢 最近我们需要做的呢 就是及时的跟购买自己的团队进行沟通 那么景观目前市场的变化情况 在最近财政部和美联储双方都在互盘平方下 美国股市还出现了快速的下跌 亚洲股市呢出现更大幅快速的资金外溢 所以说这样的背景下呢 我们要做好家庭资产保护的准备 以及呢及时调整仓位做风险对冲 那么风险对冲方面呢 GoMass团队是欧洲我认为是最有经验的一支 所以大家呢 欢迎和我们取得联系 联系的方式呢 就在屏幕下方 可以通过电话或者是微信和我们的小助手 或者是团队同时取得联系 感谢大家